临近春节 日照市蓝山区的海红陆续上市 为春节增添一道特有的鲜味 近日日照市蓝山区中心渔港 一片繁忙景象 随着机器轰鸣 一批批海红被渔船运送上岸 工人们忙着拆卸冲袭打包 随后来自不同地方的车辆 将海红运往全国各地 老板来拉海红吗 对啊对啊 那头哪来的 青岛 今天拉了多少 接近三万斤吧 接近三万斤 对对对 您这是你几年来南山拉海红 好多年了都 为什么选择来南山 南山海红大好呀 肥呀好吃口感好 而且货源充足 那您回去一天 你就拉着三万斤 你怎么销售呀 好带吗 就是批发 每天一大车 药包都鼓起来了 日照市蓝山区 是全国最大的海红养殖基地 年产量近四亿斤 年产值三亿元 已成为当地海水养殖的主要产品 受海域条件影响 海红产量高品质优 春节期间广受消费者欢迎 一颗小海红 让当地渔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生活好了起来 成为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 同样啊 也成为渔家儿女 年夜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希望在新的一年 大家可以像我手里的海红一样 生活红红火火 笑口常开